大家好,我是小梗 经过了两天的挖矿 我已经收获了39颗钻石块 还有很多的铁和金子 蓝金石,孔雀石 等等的好东西 今天,我再次整砖带发 继续寻找我的钻石去了 先开个透视瞧瞧 诶,上面又有地牢 哈哈,又是心灵的开始 挖我的小地道,寻宝了 呀,居然偷袭我 哼,可恶啊 看是我的奴厉害,还是你的毛厉害 哼,一剑就把你解决 诶,外面还有这么多怪 还是回去里面安全点吧 咦,还敢过来啊 看见,飞得老远老远的 这下就能安心开宝箱啦 不错不错,还是双宝箱地牢 远古宝石,拿上拿上 马鞍就不要啦 好东西太多了 裤子,拿上 毕竟我的钻石腿夹奈就快没了 啊,疼,谁打我呀 小东西,居然又来偷袭我 两剑就把你搞定 真是的,影响我寻宝的心情 钻石腿夹就还给你 留给下一位有缘者 嘿嘿 另一个宝箱,远古宝石 拿上,其余就不要啦 钻石钻石,我来啦 今天我邀请了小梅子帮我挖钻石 你看,小梅子运气还是不错的 很快就发现了第一颗 看这小梅子来到一片岩浆河 我就知道它要丰收了 这里一颗,那里一颗 呀,还附送了一颗 这运气杠杠地 看来我很快就够一百颗啦 让小梅子挖矿 最大的好处就是 所有的好东西 它都不会错过哦 连电锺石也一个不落 没碳就更不用说啦 真看不出呀 平时大大咧咧的小梅子 只要挖矿的时候会如此的认真 好东西一个都不能错过 哦,感谢小梅子的帮忙 不过呀,小梅子还是有一段毛病 就是一点都不节省 我的牛排都被它吃完了 稿子和火把也用完了 哎,看来不得不回去地面了 现在给你们看看小梅子的成果 给我挖了好多好多的金子和铁块 最重要就是挖了13颗钻石块哦 我要给小梅子输个大大拇指 变账,哈哈 把金块、铁块都放在熔炉断烧 另外好东西 蓝金石、远古宝石、孔雀石都放进仓库 当然,还有36个金铁块 竹竹有360个铁哦 还有15个金块 啦啦啦啦 这三天的挖块真是收获满满 现在身上还有52个蓝砖块 离目标100颗,还差48颗 接下来还要继续努力努力